台风凯米重创菲律宾马尼拉之后 升级为超强飓风 如今以时速227公里的速度直扑台湾 预料今天之内就会在宜兰和花莲一带登陆 宝岛的海陆空交通金融市场等等暂时停摆 全台明天停班停课全力戒备防灾 台风凯米过境菲律宾加上季后雨 让首都马尼拉和北部省份陷入一片汪洋 水深及腰 还夺走至少12条人命 由于情势严峻 当地停工停课 股市和外汇交易也暂停 一些村庄也遭洪水淹没 居民紧急撤离家园 凯米如今正步步逼近宝岛 台湾防灾准备升级 台北和新北市商场和学校关闭 街道空无一人 气象部门预测 凯米会是八年来 袭击台湾的最强风暴 首当其冲的可能是花莲和宜兰 凯米预计将为台湾中部和南部的一些山区 带来多达1800毫米降雨 好雨预计会持续到31号 当局疏散超过2000人 国防部也部署将近3万士兵待命 基隆风势和雨势强劲 海面掀起巨浪 当地渔民严正以待 用绳索加固船只 愿他们顺利平安 所有的灾难来的话 我们都接受保护自己的安全就好了 台湾交通部宣布 台铁中午12点开始以全线停驶 至于机场方面 几乎所有台湾境内航班 和201趟国际航班取消 日本方面凯米今早早些时候 过境冲绳的石原岛 也带来强风暴雨 日本气象厅一度敦促当地岛民 留在室内 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 岛山体滑坡和洪水 提案 irritated 灾 своим 想按照 羊